来匆匆去也匆匆 到底是什么大事 要我国政坛这位重量级的领袖林吉祥 今天现身财政部呢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今天下午两点多现身财政部 会见负责调查90年代外汇丑闻的特工队组员 那么在短短20多分钟的会晤之后呢 林吉祥布出财政部的大楼后发表简短的声明 而他更说 其实特工队这次是找错人了 到底此话何解 我们听听当事人怎么说 林吉祥在代表律师兰卡巴的陪同下 在财政部大楼外发表简短声明 强调自己接受负责调查1992和1993年 国家银行外汇亏损专案小组的邀请 以曾经涉及90年代国行进行外汇交易 或拥有任何相关信息人士的身份 出席今天的会议 不过当记者问到 他的现任占有敦马哈迪医生是否涉案时 林吉祥并没有正面回应 林吉祥重申 他坚持他1994年在国会所发表的言论 也就是当局必须针对庞大国行外汇损失 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 传明确切的损失 以及是否有任何金融滥权行为等等 法律空间陈思玄不曾报道 他没有任何金融滥权行为 他在你店里面讲 他可以告诉你 进入议整个人 你没有任何金融滥权行为 我没有任何金融滥权行为